蜀天蒜 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锅 我们不仅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更有令人垂涎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味 地址就在3250 Midland Avenue 京中城内 电话416-609-8886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 将庆祝本中心2011年的筹款晚宴 现正接受赞助商支持本次的筹款活动 因为去年的辅导和移民安居服务需求大大提升 所以今年的晚宴筹德的善款 将用于加强及扩展服务 以帮助更多无依无靠及贫穷的人士 今年的筹款晚宴特别设计为家庭健康药善宴 中心希望借此提高大家对药善的认识 和他对身体的滋补及调理功能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是一间非牟利 慈善 专业的辅导和移民安居服务机构 专注服务加拿大的华裔人士 中心的服务宗旨是增进个人及家庭的运作功能 以及提高生活的制速 中心在去年已经帮助了超过4000多个家庭及个人 加拿大皇家银行基金和徐慧芬女士 对本次的活动鼎力支持 各捐赠了5000元给本次活动 亚洲商业银行副总裁表示 很荣幸加拿大皇家银行基金 捐赠5000元给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 举办于2011年11月18日的筹款晚宴 加拿大皇家银行很高兴 能够支持华人家庭辅导中心这个机构 希望通过这次的捐款 表达他们对这个机构的鼓励 支持他们一直帮助新移民及家庭 宣扬和谐家庭生活 也是皇家银行服务华人社区的宗旨 我们的机构成立了超过20多年了 就是专门替社区提供很必要的服务 比如说提倡和谐家庭 保育富裕 就是尽量避免这个家庭有纽纷 另外其他项目包括亲自教育 提供这些辅导给那些沉迷赌博 吸毒或者有同性恋的人士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工作 能够看这些当事人 还有这些受害人 还有他这些家庭成员 提供一个很健全的辅导工作 希望这种的惨事不会继续恶性秦民下去 我们做了这个默默家雲 就二十多年了 我们做事的宗旨 不单止因为政府规定要保密 还有我们宗旨也是要绝对保密的 就是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安全 当晚我们很荣幸我们都请到一些专业人士 在医理上有认识的 我们请了一个Jennifer 一个教授来的博士来的 对医药做我们的顾问 今次大会的顾问 我们也有请到声会制作 有限公司帮我们统筹了整个大会的娱乐 我们也有请到Ray Band大学队 来帮我们做当晚的音乐表演 我们有请到盧静 一个新秀冠军帮我们做表演嘉宾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构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机构 很多新移民刚来到这边 会发生很多一些家庭问题 因为适应环境的问题 还有工作上的问题 还有子女教育问题 我相信很多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到哪里去求助求救 然后引发很多家庭问题 那我觉得当我了解接触到这个机构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机构 只要这个家庭能够很安定的话 我相信这个社会也会很安定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